Hello,大家好,我是李凯馨 我觉得我很兔子的一点就是我的牙很大颗 就成长了很多 以前没有工作的时候我就会很慌 然后会觉得不舒服 我就是一个非得工作的一个人 我不懂得享受怎么 就不懂得享受生活也不会活在当下 然后因为疫情呢 很多时候工作都会有一些影响 所以我就学会了活在当下 这次回来我妈说我胖了 说我很胖 然后她一直在阻止我吃东西 因为我有很我可能很久已经没有发新新的音乐 我可能今年如果可以的话我想多发发我自己的歌曲和创作 我觉得就是散发一些正能量吧 因为我的我们作为艺人呢 我们有这个平台去散发很多概念和一些思想 还有很多的正能量 所以我们有这么多的权利 我觉得应该放在一些好的地方 然后传达好的东西 在2023年呢 我希望我有更多的时间去创作 做写多一点的歌曲 因为我其实有真的一年和两年都没有再写歌了 我就有一丢丢的放弃音乐的感觉 但是现在感觉我的feel回来了 所以想要多写写歌创作 然后如果可以的话也在时尚圈这边突破自己 希望在2023年大家可以过得开开心心 然后身体健康 然后像我一样传达正能量